今天呢 3月31号 明天才是4月1号 4月还没到 圣洁说 告诉你法人作战不等人的 所以一定要4月份展开呢 圣洁请上来 也就是呢 4月份 法人早就提前展开了 第二季的卡位行情 作战往上做 到季底最后一个月 才会结账喔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呢 3月底 已经开始卡位第二季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风向球 就是说其实法人在看整个行情 他是一季一季看 那你可能在卡位的过程当中 一季的第一个月是最重要 就是4月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法人更在乎什么 清明后的肋骨轮动方向 因为有人会问说 到底法人在清明节前 会不会卖股票 但我觉得多多少少调节 但它最重要是什么 后清明节后的肋骨轮动 才是法人在乎的重点 换言之 清明节过后 确定会动的 他在长假前也会买 未必会清掉喔 完全正确 我想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季底结算完 当然是指第一季结算完之后 他会重新布局 这个是一般法人的一个重点 那再来要注意的两个地方 投信持股比 投信持股比较高的个股要小心 这个叫什么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对啊 因为第一季如果投信持股比高达 一定的比例 一成两成 他就会卖掉了 对 所以再会我会特别提 那再来 未来会怎样 业绩挂帅的 任养新族群的 可能是比较高的 因为其实大家往后看 四五六月 未来应该是用工材 就是路遥之马力 有一些个别股 去年涨很多了 后来可能涨不动 但要能够涨得动的 代表他业绩好 或是说新产能开出来 或持续涨价等等 所以我确认一件事情 如果在你怎么说 第二季走的将会是一个 关键字新 也就是第一季呢 已经飙过的 涨过的 热过的 第二季可能就不会动 它是一个new的题材 没错 OK OK 我觉得这最重要 那我们就来聚焦产业 那我跟大家讲 就是投信持股比率比较低的 它就有很可能被任养新的 那我觉得最后可能叫什么 类比IC 为什么会是类比IC 因为类比IC第一个 持股比率都非常低 类比晶片 对 就是所谓IC设计类比晶片 但是类比IC晶片里面 它广用在什么 电源管理 车用 还有通讯的运用 那大家想一下 最近电源管理IC 其实夯很久了 那车用 不是今年年初 说很缺很缺 这个都是类比IC 再加上通讯的运用 5G的未来 通讯也要用类比IC 所以这个这一块 大概类比IC 我觉得可能在第二季开始 会慢慢热起来 其实最近有一些 类比IC的股票已经涨上来了 那另外你说那其他的 包含是驱动IC好了 包含是ABF宅板好了 包含是货柜的部分 这个比较像是在第一季 很夯的 但是你说那现在 为什么他提出来 第一季都已经有的热过了 对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一样要挑 挑什么 投信持股比重 还没有那么高的股票 它可能在同族群会比翘 那像驱动IC 就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驱动IC 今年看起来会 一路旺到第三季 但是你在里面还是要挑 那ABF宅板一样 它是用在5G通信里面 你也是要挑 涨多了就是要挑 所以我们从上面来看 如何去选 第一个我看到就是说 营收还是大家会在乎的重点 那这里着重在年增率 大概增加超过5成 或能够继续创历史新高的 我觉得投信做在这种 4月10号公布3月份营收 3月份营收的数字 跟去年的3月份做比较 可以年成长超过50% 可厉害了 对 而且或是创历史新高的 那另外 同族群要低持股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 事实上投信持股占股本 小于5%最佳 如果超过5% 其实就很容易筹码有点乱掉 而且投信买一家公司的持股比重 也有上限限制 没错 本身的基金就有上限限制 那再来最好是股价能够刚刚突破 或是转强 而且是低位接 那其实要找到第三个的难度真的比较高 请问您在股价刚刚突破或转强 帮我来个白板是不是这个意思 也许我最近有点拉回 可是这么一拉回发现到了 拉回有点转强 最近才刚刚底行出来的转强 或者是下降轨道线 我本来很差一直跌然后转强 是指这种东西吗 对 我觉得瑞涵很内行 就是说像这种就是刚刚转强 整理过后的突破点 或是下降轨道的突破点 甚至还有一种最常见的 高档三角形收链整理 然后尾端的一个突破点 那这个也是一个像这个A点 这一种都是一个B点 C点都是非常好的买点 而且跟您报告 如果是在收链三角形末端图围 这种情况最好 因为往往的均线是纠麻花 只要一根红K棒 这个所有的均线会往上做开花 往上开花多多力道会比较强 所以我们刚刚第一章 回到刚刚的这个三个条件 因此第二页找出产业之道了 那找出标的 好 标的我就跟大家讲 类比IC是我认为 这个产业大家未来会聚焦的重点 那我举例来讲 像尼克森的部分 其尼克森你看 它一到二月的营收 年增率已经来到60% 那一到二月营收年增率60% 代表三月份不错 而且一月份营收 才刚刚创历史新高 那代表说它动能不错 那你再看一下它的EPS 去年是3.04 重点是什么 它是属于大底的一个格局 就是足底完再转强的格局 那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 那另外我提到什么 像类比科的部分 它是小家电的消费性电子 那你看一下 这个尼克森 EPS 3.04 那这个类比科的EPS 去年1.88 就股价其实差蛮多的 但类比科最近什么 一直在涨 那我是建议说什么 它拉回再说 所以类比IC的这个族群 包含像尼克森 类比科 我觉得都可能 未来会接受到法案的聚焦 请问一下 这两档因为都是类比IC 如果这张比较 你看右边 你看尼克森赚3块 类比科也才赚1块 没想到尼克森股价58 它82 赚比较多的竟然股价偏低 所以是以这个为主对吗 没错 就是这样挑 对 好 再来第二类 好 再来就是驱动IC 驱动IC里面 其实你看敦泰 要留意一下筹码的变化 我讲的就是什么 它的持股比 投信的持股比 已经来到7.9% 所以我要讲说 这个可能有点比较偏高了 持股偏高 对 持股偏高 那这个可能逢低再做一个考虑 那是驱动IC这块 还是投信他们聚焦的一个重点 那再来 载版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落在紧缩 因为紧缩是载版里面 基期最低的 那大家特别看一下 投信的持股比 只有4.08% 所以还不算很高 不要超过5% 对 不要超过5% 那拉回可以考虑 最后一个货柜的长龙 我们稍微看一下 因为塞港运费转强 他你说投信买了半天 现在持股比才1.61% 所以股价也还算是一个强势 那这个我觉得拉回 也是属于可以考虑的部分 我问您 圣姐 像那个运价 照全球经济景气的 复苏力道动乱来看 运价涨到第二季 还有机会吗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目前看起来 感觉上大家觉得涨了很多了 但你发现 其实在后疫情时代 这个部分 好像还在调整当中 只要需求力道还是强的 大家用量还是多 都要靠船只来运 对的 圣姐谢谢您了 明天4月1号迎接4月天 没想到法人不寂寞 不会等到4月份 在3月中下旬 他们觉得清明节过后 还会再涨的轮到的新主流 他会在3月底的这个礼拜 提早先卡位咯 聚焦这四大产业 挑股票 作战股 朝着这三大方向 记得不追高 所以第二页 圣姐帮您带出了指标股 这一类看重的是股价没涨到的 那这个就不造劲了 这个部分 好在是在投信持股比较偏低的 操作刚刚也说咯 圣姐这样没错吧 完全正确 好 感谢圣姐 接下来林珠请上来 那么明天就要过清明长假 明天4月1号台北股市的重点呢 对那重点一样 3月份的营收跟季报的公布 一样是4月投资的主旋率 那大利光4月9号法售会 台积电是4月15号 这两天要特别的留意一下 台积电什么时候转为比大盘强 这个大家都很期待 这个盘可能会直接攻高 那廉价过后 外资的期限选的趋势 这个可以留意 指标股集中 鸿海跟台积电 贵买量大涨 比较多的经居跟利基 也可以观察一下 今天晚上看得出来 好像美国股市稍微有点点力道了 我问你如果今晚的 那个科技类股 稍微反弹了一下 今天的比较走不动的 明天会表态吗 那当然可能就会开高 是哦 好 秉息等待明天 今天晚上的美股四大市场 特别的是涨多跌少 但我担心涨的续航力够不够呢 因为美国十年级公债殖利率 现在时间晚上十一点半将近了 公债殖利率还在1.7% 上下百度冲高呢 这难道不是变数吗 锁定台湾的深夜新闻 弄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感谢收看 祝你晚安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